嘶嘶 怎么 她还是不肯吃东西 三天了 她什么也不吃 什么也不说 要不是我强硬给她灌养奶 恐怕早撑不到现在了 玉宁 你最好先把这条命留着 国色天香的秘方还未经验证 相好于老奸巨皇 秘方是真是假 还未确定 如果秘方是假的 那他对你是极其地不放心 他只不过是想利用你杀我罢了 你为他寻死 值得吗 少皇 他不是你 绝不会利用我 是我辜负了他 你已经赢了 得到了秘方 就不可能再得到我 我现在 就把这条命赔给他 少皇 娘 湘家那边传来消息 湘浩泽和苏雨昕 带着羊枪队到我们家里来要人 怎么是湘浩泽 湘浩宇呢 难道他还没回来 恰恰相反 他回来了 听说国色天香的秘方已经在我们的手里 他就整天在书房里借酒交仇 他还说 他现在很恨于宁 这辈子 他都不想再见到他了吧 呀 啊 血 血 血 他就血啦 不碍事 只是积火攻心 气血逆流所致 孩子 别害怕 哦 不碍似的 这可是你深深爱着的男人 可是现在他的眼里 那张秘方 他把它看得比你还重 你不值得为他这么伤心的 苏姑娘 万一秘方是假的 你这又何苦呢 即使秘方是假的 也改变不了我背叛浩宇的事实 即使他原谅我 我也不会再见他 也认为他 少虎 如果你还有点人心 你就杀了我吧 臣妾 芸妮 你真杀了 我怎么会杀你呢 忘了小虎 过去的事情我都不会计较的 会好好地对你 我一定会好好地对你的 少虎 你都这个时间呢 还啰里啰嗦的 人家都带着人 已经打上门来了 告诉我 我该怎么办 娘 相后走她又不是相后雨 她没什么用的 她只不过是想讨雨欣的欢心 走个过场罢了 我们不用理她的 那就随你的便 娘 娘 等等 苏姑娘 让我见见我妹妹 行吗 温宜 劳烦你 帮我树心打扮一下 我不想让雨欣 看见她姐姐 现在狼狈的样子 嗯